好,我们来这个讲解一下第三次的这个AI的小考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下面是一个5乘5的这个image 在这个左边这一个5乘5的影像 然后经过这个Fiat 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类似的东西 它做一个convolution的operation 或者是convolutionaloperation 就这个卷机啦,做一个卷机 那我们这边有特别跟你讲说它没有padding 没有padding就是说这个没有补编 这个影像5乘5的这个影像它没有补编 如果有补编的话有可能上架左右都有补 看它怎么补 如果是padding是1,padding是2 我看它怎么补 那如果是padding是sam呢 你如果要这个经过补编 那怎么补呢 sam就是output input的这个image 跟output的image 要同样一个大小 那我这3乘3的这个applator的话 它只要上下左右各补一条 各补一个肉 就是左边一条 右边一条 上面一条下面一条 就会变成这个7乘7 那7乘7乘以3乘3的这个 跟3乘3来做convolution出来 就是5乘5 ok 所以你看这个5乘5呢 跟这个3乘3做convolution出来 变多少 随便3乘3 我们来看一下 诶 这边还有一个要注意一下strike strike之一 就有每次移一格 那题目是问你说 问号里面的指是多少 问号就是中间这一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之前有解释过吗 这个这个就 就是我的convolution 或者叫filter 或者叫mask 知道 这边讲说filter一个这个 绿波 ok 好 这个绿波呢 就把它拿过来 就这样一个盖 这样第一次盖这一个 再来盖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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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 前三个肉盖法 然后他会往下移一个 因为strike之一 再来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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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再继续往下一个 往下一个 再这一个 再来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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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让我盖几次 就盖9次而已 所以出来就变这一个 一个九 那个九宫格 ok 好 那中间这个怎么来呢 中间这个就是我刚好盖在中间的时候嘛 就盖这一个 所以就这个值呢 对应的位置就相乘就对了 1乘以乎2 3乘以乎2 1乘以1 那这个1呢 就乘以这个1 那这0 乘以乎1 还是0嘛 所以这没有用 所以你把它再加一加呢 老师加一加加出来 是乎3 同学可以加看看 1乘以乎2嘛 就乎2 那3乘以乎2 就乎6 就乎8嘛 那乎8 1乘以1是1啊 所以还是乎7 那这边1乘以1 还是1啊 所以变成乎6 那这边呢 又有一个 乎1 乎1乘以1 刚乎6再加乎1 还有乎7 那这边有没有 这边有 两个都是2 22得4 乎7加4 就乎3 那这个0这没有用 中间这0也没有用 所以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乎3 好 7 有没有问题 我这个要会有 这convolution convolution 我的这个 那个operator convolution的这个 那个operation 就是卷积 这在CNN很重要 CNN一开始他 大部分的CNN网络 一开始都会做 这个convolution的 这个operation OK 好 这有没有问题 CNN就我们那个 讲的convolution CNN的这个neural network 还记不记得 好 那Ment往下 往下面看好了 好 看这一题 这个有人 这个在网路上面贴文啊 因为他 对这个 那个 那个 深度学习 不是很了解 那他奇怪 他觉得他怎么 每次run的结果 不一样 我看到了他的这个贴文 他说 他build 一个这个 neural network 神经网路 他怎么review呢 使用这个cales的这个library OK 好 不过他怎样 他每次run 他的这个neural network 每次run出来 结果呢 答案会不一样 different result 为什么不一样呢 老师就问你嘛 老师 下面这英文叙述 原因为何 为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 abcd 跟你讲说 这个neural network 他的initialize initialize 就是他的初始化 对谁来初始化呢 对这个weight weight 做我们那个 neural network neural network 上面不是很多连结吗 每个连结 上面都有标一个权重 那个weight weight 给的值呢 是初始化 是给伦等的值 给一个这个随机值 对不对 你如果有研究这个cales 或tensorflow呢 你就知道呢 他确定是这样做的 他初始的这个weight 是给这个随机值 ok 好 这样问题 所以答案是a 好 那v呢 v不对啦 因为v 如果那个初始值给0 那会怎样 那每次run的结果呢 还是会一样 不会有他出现这种情况 我记得有些 有些library 所以 好像你可以强迫他 或者是他内定就是给0 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 cales的话 他 他不是 cales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这个作者这样问 我用的情况也是这样 他比次run结果不一样 ok 因为他的weight 是给随机值 好 再来看一下c c c这个不对啦 c是说他这个 任令rate ok 我就 我们在做这个 de-learning的时候啊 做这种training的时候 他有一个这个参数 叫running rate 我不知道那个 张老师有没有教你们 那running rate 是一个这个 学习的那个数率 学习的那个数率呢 那个 cales呢 这个library呢 他这个学习的数量 会给一个参数 ok 所以这个 这个跟我这个 会不会弄出这个 不同结果 没有关系 好不好 那第一 这个老师乱改的啦 以这个 以这个老师 帮他稍微改一下 说这个 任令rate 如果不同的这个 那个 不同的这个 那个 ultimator ultimator 就是这个 最佳化的这个 那个 方法 如果不同的最佳化的方法 不一样 他的这个 任令rate 不一样 老师乱改的啦 他没有这样做 我查过 那个cales library 他做法是像C 他不像D 好不好 所以ABCD答案是哪一个 是A 所以 如果说你做这个 深度学习的这个训练啊 训练出来 每次的结果会不一样 那不用紧张 不是你做错了 因为这个 那个 cales library 就是这样 那你用不同library 可能会不一样 或者说你有指定 你的这个 不然你们那个 学习的时候 有没有学过 那个 london的那个 产生 london 要产生他 有一个种子 叫c londonc 所以cales你有指定 那个 在某个地方 让他londonc 是一样的话 他这个 出来的london 也会一样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呢 来什么 来那个 设定你的 随机值 变成他不随机 就对了 因为你种子一样嘛 种子一样就不随机了 变成你每次run的结果都会一样 所以还是有办法 让他每次run的结果一样 那你就 研究一下 Kales有那个 网路上面有文章 你可以学一下 他教导你怎么设定这个 londonc 这个随机种子 好 这样答案有没有问题 好那没有问题 你继续往下看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 这个 在CNN里面 使用这个 max pooling max pooling就是 做这个磁化 然后他取这个最大值 max就mashing嘛 就最大最大的pooling 最大值的方式啦 ok 他的运算呢 如右图 如右图 那右图的话 这个你看 那这个 input的资料是4乘4嘛 那经过一个这个 2乘2的pool size 出来结果是多少 就变成乘2 因为一个2乘2的pool size 就是 呃 2乘2乘1组嘛 去产生一个 那个一个值 2乘2乘1组 去产生一个值 不过你要再看后面呢 他的帅是2乘2 如果帅是1乘1呢 结果就不会像这个 右图所示 所以老师这边跟你讲说 帅是2乘2 那没有补编码 padding是0 那这个问号的值是多少 这样会不会 所以呢 他第一次会签这个 第一次这个pool size 会选哪 哪几个来做这个词画 选这个那个 那个 左上角这四个 ok 那我们要问的不是啊 我们要问的是这个 这个那个 推药结果 这个问号 问号是右下角这一个啊 这个是由哪四个产生的 是由这个72456 这四个产生结果 那因为是maxpooling 所以他取最大值 72456的最大值是多少 45 所以答案就是c 那有一种是average pooling 有一种是这个minimum pooling 那这个 如果是minimum pooling 最小值就是2 如果average pooling呢 就把这些值加加 再来除以4 好 下方题 所以问到pooling的时候呢 问到这个词画的时候 你要看他stripe是多少 还有没有做这个padding 一般做pooling 不会做padding 那stripe呢 一般的话 如果是用2乘2的话 那stripe一般也是2乘2 好 老师等一下画一个荒格好了 先换一下页 OK 好 老师把这个方格画好了 就这一个 2乘2的这个方格 OK 这就我的pool size 2乘2 好 那2乘2 我们一开始在这个 左上角这四格嘛 对不对 好 那左上角这四格 会产生哪一格呢 左上角这四格 左上角这四格 会产生 这一格 OK 会产生这一格 下方题 好 接着呢 因为我们stripe不是1嘛 stripe1他就移到这边来 因为一次跳两步 所以stripe2他会移到这边 ok 所以这个呢 他产生的呢 就隔壁这一个 ok 好 那第三次呢 因为他往下 因为我们stripe 一般stripe 有人有两种邪法 一般是给二维 或给一维 一般会给一维 如果给一维的话 二维的只会跟一维一样 那老师担心同学这个 呃 不是很清楚 所以老师直接给二维 所以出来是2乘2 所以他很 他很的跳是2嘛 重的跳还是2 所以他往下跳是跳这一个 所以盖到的就是 产生的就这一个 好不好 那最后呢 就我们答案要问的嘛 题目要问的 就这一个 我这个就 产生最后这一个 ok 好 因为是我们这边问的是 max pooling嘛 最大词化 所以 7 2 4 5 6 你就跳一个最大值 最大值 最大值就45 所以我刚刚讲说 我们答案是45 如果这边改做 min pooling minima pooling 那就要给2 如果这边改average呢 那就要加总 平均 那我想做pooling呢 我不知道那个 张老师有没有跟你讲 因为这个资料量有点大 那以前这个 计算能力没那么强 现在有些机器也是计算比较慢 那他因为要缩小这个 整个这个资讯量啊 所以他就留下 比较重要的资料 所以他就把这个 用pooling的方式 用词化的方式 来减少资料量 ok 所以pooling他大概 主要的功能是这样 可以减少资料量 好 这样这个补充说明 有没有问题 好 没问题 我们看下一页 看下一题 好 接着我们要看这一题 分了entire dataset 你的task forward and backward 使用the neural network only once 就是说我这个 这边注意这一个 这个那个 关键字 entire 就整个的 整个的资料集呢 他来通过这个 我的neural network 往前跟往后 一次 那一次呢叫什么 这其实他就讲说 我把所有的资料集 对这个 enural network 来做一次训练 啊 这我们把它叫做epr 我特有一个专流名词 就比如说你资料集 像我那个mlsd 我记得好像有六万笔吧 那如果说六万笔 你把它抽出五万笔 当这个训练 那一万笔当测试 那你整个五万笔呢 来训练你的这个 那个 训练你的这个 训练一次 五万笔来对这个 神经网路来训练一次 这样就叫一个app 叫一代 这有问题 啊什么叫batch呢 batch就是说 你有可能这个 五万笔嘛 你可能说做一百次 五万笔里面可能有一百笔 你做一百笔呢 才收集那些资料 来调整那个权重 我们之前不是有讲那个 graded descent吗 就是你训练的过程中 就是要调那个权重嘛 调整你要的权重 那他不是 没给一笔 那个资料 我们所谓的一笔就 比如说mlsd 就是一个手写的数字啦 他就马上去改权重 他不会这样做 你可以调整说一个batch 就是一个p4档 比如说你选一百笔 那一百笔呢 他就会去把那一百笔的资料呢 那个 看到怎么调呢 把它平均 再用这一百笔的资料去调整这个权重 那一百笔就叫一个batch 这有没有问题 那iteration 所以说实际上有查一下 就那个你的一个epoca 来处理这个batch 就等于多少iteration 比如说你有五万笔嘛 对不对 那你batch是这个一万 那就要做五次的iteration 好这有没有问题 这 这一个比较不重要啦 ab比较重要 那c呢 c这个 这个是那个编译器的one pass 这没有关系啦 所以这题答案多少 A 所以同学经常说 这个 那个 看人家的paper啊 那个 看他有经过这个 多少epoca 那你要知道 就是他 他训练了几代 那每代训练呢 就是把你所有的资料集啊 丢进去一次 就完训就对了啦 那同学 不是已经训练过了吗 干嘛训练第二次 因为训练一次呢 跟训练两次 那结果会不一样 你如果看别人的这个 那个 那个训练的那个结果就知道 你要经过好几代的训练 结果才会达到这个 比较好的这个 你要的这个值 ok 如果训练一两代呢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神经网路有这个特点啊 就是你看到 比如说你可能要训练个100代 用同样的dataset 去训练100代 结果才会比较 接近你想要的 才会比较理想 而且你要训练方式呢 不一定 这个dataset的次序呢 不一定会一样 因为他怕一样的话 训练的话这个 会有盲点 这个dataset的那个次序啊 它的order啊 有可能会打乱 每次有可能会随机 不同的演算法结果会不一样啊 这个有点这个 比较难喔 同学有兴趣去研究一下 不過这关键字要知道喔 APL 有关系 你不要说你那个修完这个 那个 人工智慧啊 老师有讲到这个d-learning 深度学习 或者是有讲到CNN Neural Network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那你在跟你讲到APL 你又不懂 那就很糟糕 配取也是一样 好这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两个关键字 要稍微知道一下啦 好那没问题 往下看 好看下一题喔 在我们之前上课有讲 你这个 如果在Cargo平台上面注册一个账号 OK 你可以直接呢 就在平台上面直接注册一个账号 那我发觉他 好像要你提供Email OK 或者另外一种呢 也可以用这个Google账号 因为现成的Google账号呢 这个注册比较简单 可以跟他讲你的Google账号 那好像还是要填一些基本资料就可以用了 所以答案是什么 以上接可 OK OK 这样这一题 有没有问题 这一题比较简单 所以答案是以上接可 好 那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看下一题 好 下一题说你这个登录 Cargo的这个平台后呢 选单会出现在视窗的右 左边 你自己应该 我们给同学那个练习了 同学要在自己家里练习一下 那进入Cargo以后呢 他的选单出现在视窗的左边 那左边的话 你 我们用到这个要 写程式吗 还有这个上传你的资料 那我要写一个Python程式 你要点选什么 我上次有讲 他点选什么 Home不对 Captation这也不对 这比赛 跟我没关系 Dataset也不对 Code才对 这个Code也不对 所以要选D 这有问题 所以登录 登录这个Cargo 你如果要编辑一个程式 你要选这个Code 好 这样这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不好意思 老师刚发觉 这一题没考 打一打 忘了考 OK Joybook这一题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看这一题 这个 这一题 刚是 刚是写程式吗 那你如果说你要这个 上传资料建档呢 那等一下要选什么 在那边选Code 选Code程式嘛 另外一个就是Dataset Dataset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 资料集啊 图片啊 或者这个Model啊 上传去 上传去 建一个这个 资料夹 那等一下就可以拿这个资料夹来用 上次我们有介绍过 OK 同学可能要自己玩一下 因为我们最后有个练习 那个练习 可能要请同学这个 呃 拍个照 传给老师 这样才会给这个 座位的成绩 好不好 OK 我们看一下 这一开始我们解释 我们都是成绩嘛 对不对 这个小考考四次 我们已经考两次了 连这一次又第三次 那么下礼拜还会再考一次 那我们就考这个 考四次嘛 那这个选这个成绩高的三次 OK 老师成绩应该一样会公布在这个 我们那个 第19周应该会公布在那个 云端上面 好不好 那18周的期末考呢 我们这个 就20分 那 出席呢 就15分 一次不到就货20分 所以你们如果说缺席的话 一定要有原因 跟你的导师请假 好不好 他应该会把那个 加单pass给老师 老师在帮你消假 好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讲的 要作业嘛 要教这个练习 教练习 同学就要用这个 kago 所以老师讲kago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下礼拜呢 呃 同学 讲完以后呢 同学下礼拜 就要找时间 趕快练习 然后给的题目 应该不会很难 可能同学 那个照做 然后花个一个小时 就可以做出来 ok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来检讨这个 小考的部分 我看这一题 下礼有关kago的资料共享 或者有误 互选 这边有特别跟你讲互选 那个同学不要 把它单选了 这边有特别挂起来跟你提醒 好 看一下这A kago不提供资讯共享 这错的呢 kago呢 它有提供资讯共享的这个功能 所以它受合者有误嘛 所以你要选起来 A要选A A是错的 要把A选起来 好 那B没错啊 B有提供资料共享 没错啊 程式共享嘛 他不只程式可以共享 他资料也可以共享 所以B根系都对的 不过第一次错的 他 你为什么错呢 kago预定所有的资料夹 皆属于共享模式 他预定是public 就预示是这种私有模式 你一定要把它改做public 改做这种共享模式 这种这个公用的 对方才可以看到你的这个 资料夹 或者看到你的这个程式 好 这有模式 所以你在kago上面的东西 像老师的东西要跟你分享啊 所以要把那个我的资料夹 或者我的程式把它变成这个共享模式 那其他人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程式或资料夹 不过你要我的连结啦 以后我的连结你就看得见 好 这样这一题有模式 是我们上次有讲了 OK 好了 看一下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老师上次问同学 有没有 你如果那个张老师的课有仔细听啊 或者是上次上的时候有仔细听 我就知道我在问什么 下面何者是基于一个 Jupid的这个Notebook 免惠的CPU虚拟机 然后透过这个 边浏览器呢就可以边 写你的程式 我上次有问过同学嘛 同学跟我讲到Collab C-O-L-A-B OK 那其实他前面有个叫Google的 Google Collab 嗯 老师给个题目应该是这样 A应该是Facebook Collab 那第二个是Facebook C-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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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四次挑三次的高分啊 你不要四次是如果考两次喔 那有一次就变0分了 你不要跟我老师讲话 你两次都请假 这样的话 可能要找你来补考有点麻烦 OK 这两个问题 补考照规定好像要 要打7折打8折是不是 我换一下学校的规定 OK 好这样我们检讨就要到这个地方 小稿检讨 OK 好谢谢